嘿!大家好! 我是不爬山不習慣的冠老闆 今天是5月1號 勞動節 勞工就是不上班 但是我們已經有個重要的任務 我們要去走南橫 南橫今天開通了 然後這是睽違13年 經過莫拉克風災的摧殘之後 好不容易開通了 然後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出任務 要來把我們小時候的記憶 重新找回來 OK!出發! 好! 好! 塞車了! OK!我們現在塞車塞了4公里 大排長龍的車潮 空飛機要起飛了 YA!有車動了!有車動了! 嗯!動了10公尺 等等等等的一個多小時 好不容易車子 稍微有一點動靜 這個 8公尺 還花有 我們來到梅蘭 是我 1.050 這個叫南橫大眾斗 8801,014 1004 沒山口到了 我們竟然沒山口了 這邊又是105便道的起點 這個是梅山明隧道 這樣過來給你看 這樣快點 我們這裡比較慢 現在再來都兩車也會入了 有一台類重機 里關隧道 我們現在到中之關的停車場了 遇到三寶 他從我們的路口說要出去 這邊是入口啦 滿滿的人潮 吵架吵架 無聊!我有看到血量成河 最愛看這種人 欸哈囉 請問羽山之間的冠老闆 對於中之關有什麼印象嗎? 沒印象 我們早上從賈仙這樣一路走南橫到梅山 然後剛剛在梅山口 剛剛過了里關隧道 然後好不容易現在來到中之關 大概就是南橫封閉的梅山 到向陽的中間 這邊有個中之關古道 原本預計我們今天要走 但是遇到人潮太多 所以應該就沒走了 那中之關就是以前舊的 舊的南橫公路的路 中之關走到天池 原本是走這段路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繼續往天池前進 雅口就是大觀山隧道在這邊 最高點 那中間前面有庫哈諾星山跟塔關山 關山頂山就在大觀山隧道出來沒多久 就是南橫三星 那從這邊雅口出去很快就會到向陽了 我們剛在中之關 然後跟其他的山友聊天 然後他們說從東部向陽過來的時候 是沒有時間管制 6點就開放了 車格吧 是嗎 不是吧 內車格 又有塞車了 在天池 天池這個地方 就是中之關走出來的地方 2280天池到了 請問一下爸爸媽媽 上一次來是什麼時候 20年前 應該沒那麼久 你差不多國小的時候吧 不是 小的時候一年級 還是幼稚園 可以跟我們簡介一下 長青池是什麼意思嗎 南橫公路在 榮林的時候在施工 離爛 離爛的把它用一個記念的塔 哦 這邊會之所以叫天池 就是這邊真的有一個池 天池 現在去天池看看 你看 天池它那裡是一個心形 它那裡對以前我們沒有走中之關 從那個 人線上面看一下 就是一個心形這邊 難怪說南橫就是一個 追風追雪追女友的地方 哦 看得出一點點心形 這也就是天池 它是一個愛心的形狀 看得出一點點心 怎麼拍 看得出來了 怎麼拍 這邊有一顆櫻花在雪洋裡 天池的管制口 也封起來 不讓車過去了 下午五點之後 就要離開南橫了 我們現在在南橫 要走回去停車的地方 這邊海拔大概2200 已經一整片的霧 這邊的路還在修 這裡是庫哈諾星山的登山口 靜靜橋 我們現在就靠在 一個進退兩人的地方 前面就是塔關山的登山口 這裡是塔關山的登山口 塔關山隧道到了 這邊出來就是台東線了嗎 這時候對這邊是有印象的 好美喔 我們現在在大關山隧道出口 然後這邊就是崖口 這是南橫的最高點 隧道口出來的右手邊 就是關山隧道登山口 現在已經改到右手邊了 以前我們都是從左邊這樣上去 新的關山隧道登山口 就是今天是開放的第一天 已經超多人在爬了 從這邊走走走到能線 然後往右邊去就會登頂了 我們現在要去雅口山莊 去找回何時記憶 我們小的時候都來這邊玩 然後過夜來在這邊看 滿天星斗的流星 記得那時候這邊是一個廣場 然後我們停在前面的廣場外面 然後就這樣看 因為這邊沒有遮蔽 一整片的流星 這就是以前的雅口山莊 打擾囉 我們來看看以前的老房子 對這邊以前是舊國團 跟林務局承租的地方 然後我們以前住的就是這種房子 木頭和式的地板 對我這個硬性喔 以前的廚房 左右兩次好像都是 好暗喔 裝主的房間 大片中的雅口山莊的椅子 應該就是這一條 再用大崩壁 對照 這個是我爸爸媽媽 在武尊的時候的畢業旅行 然後他們來到雅口山莊 我們剛剛找了很久 找不到 但是是認這個LOGO 你們有印象 那時候的旅行嗎 模糊記憶模糊 記憶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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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之前 家庭旅遊的時候 來住雅口山莊拍的 我們的右下角 這邊就是雅口山莊 那就是現在這個場景 上牙 這邊就是要去嘉明湖的地方 我們帶大家來看完南橫的一些過往的畫面跟新的畫面 那現在大家有沒有對南橫有新的想法跟不一樣的感受呢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出來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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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關於 晚安 小鈴鐺 小鈴鐺 櫃鐺 村 小鈴鐺 低血 小鈴鐺 人 時 感谢观看